康博音樂動作整齊劃音 不管是拋槍還是懸槍 高難度動作 統統難不倒三軍樂儀隊 隊形隨著音樂變換默契十足 國軍弟兄把握時間加緊練習 正是為了元膽當天 總統府升旗典禮現場操演 但表演亮點不止這一個 邊走邊演奏樂器 配合音樂旋律 旗隊也展現行雲流水般肢體動作 剛獲得荷蘭WMC世界音樂大賽 最高級別季軍的建中樂旗隊 也將在元旦當天展現精湛演出 睽違五年沒有在副前廣場演出的 中山女高騎槍隊 同樣也是一大亮點 因為其中除了高中生 還有不少成員是已經畢業升大學 為了元旦演出 臨時組成學姐學妹連隊 大家聽到有元旦表演的機會 都很興奮 能或要在總統府前演出同學既興奮又光榮 而總統府元旦升旗將於當天清晨四點半 開放民眾入場 表演活動五點十分展開 六點二十七分則是重頭戲 唱國歌及升旗典禮 蔡總統也將在八點三十分發表元旦談話 蔡總統臉書PO文預告 十二月三十一號會先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元旦談話內容預計也將圍繞全球經濟局勢 臺灣總體經濟以及產業困境和內政民生經濟面向 如同這次元旦升旗主視覺強韌與連結的概念 迎接新的一年 臺灣也將持續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和政治局勢中 站穩步伐 三軍旦林凱軍中海事小組 特別報道